起内讧,民宿内涵蔡冰直较水平,李莹莹五字表太扎心,赖亚文懂了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 连续三场势力让中国女排陷入到了低谷之中,这一场势力让很多明星和媒体都开始给中国女排诊断, 想要找到一条获胜的道路,其中就包括明星松月。 中国女排送给了意大利的那一场比赛,松月曾经就说过一些话, 但是松月的话却被人当成了对蔡冰教练的怀疑,或者是对蔡冰教练能力的怀疑,这是为何呢? 在谈及中国排球女孩们的拼搏精神时,松月说道,你说排球不努力,但都非常努力,但是这也是要有底气的。 松月接着说道,在我看来,在这种情况下,你是想要拼命的,可是你却没有足够的底气去保护自己,所以你才会毫无还手之力。 松月呢,举了个例子,说,比如李莹莹的两条直线都出了界,李莹莹的长处不在直线上, 但是关键时候呢,对方会阻止她的长处,让她用在自己的短处上,这样呢,会出现很多的错误。 松月也在叫着,所以啊,你要多练,这条线不一定能得分,但一定能帮到你, 这样呢,才能在关键时刻拍上用场,你要有更多的办法,让自己变得更强。 松月还谈到了中国排球的前途,说道,中国排球呀,只要在关键的时候表现得强硬一些, 就可以在巴黎奥运会赛场上,向世界冠军发起冲击。 虽然松月说的是李莹莹,但很多人呢,都觉得松月说的是蔡斌。 是联开赛之前呢,中国女排进行了两个月的封闭式的训练, 而在蔡斌的带领下,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呢,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她所熟悉的,她所擅长的。 蔡斌并没有去弥补,所以呀,中国女排才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找不到任何的破绽。 正如松月所说,在最关键的时候呢,所有人都能预料到你的攻击, 也能预料到你的变化,所以呀,她不会输。 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。 松月说的是,女排的训练方法,李莹莹在输给塞尔维亚队以后呢, 也说了一句话,我们要吸取教训。 就连女排的队员呢,都要吸取教训,那要做些调整。 而蔡斌却笑眯眯的说,她们呀,没有把握好自己的防守。 这让赖雅文意识到,光靠蔡斌呢,是拿不到金牌的, 女排也是到了该换人的时候了。 毕竟上一次,魏老爷子的提议,让女排呀,一落千丈。 好了,各位朋友们,那大家还有什么看法呢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,咱们下期再见。